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为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四万多名医护工作者每人拍摄一张肖像作品 给他拍肖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一个小动作就是我们约了一段小事之后 就让他说一句话就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的什么事 疫情结束以后啊你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啥 最想干的事就是在来武汉的时候呢 糊弄快快地吃一碗热干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我儿子说 妈妈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希望你继续加油 赶快飞猫回家看我的孩子习惯 我希望呢疫情结束以后回到家里 跟我的家人主拍一张出架 等疫情结束我最想见到我的孩子 我们这种拍摄的方式给这些医护人员提供了一种舒缓心情 释放压力的理由和机会 他们面对我们没有把我们当成陌生人 而是看成了他们自己的亲人 希望疫情结束以后要好好继续 我叫周俊珍 等到疫情结束以后春暖花开了 我想带着父母老公和孩子一起来武汉专轮 看看美丽的武汉 看看美丽的樱花 我想告诉儿子 这是妈妈曾经知道那么多的地方 我和你加油了 我们在今天这么一个状态下 为这四万多名医护工作人员拍这样的肖像 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为了拍照而拍照 我们更多的是赋予照片背后的一种力量 我和你一起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